目前的板式家具中 几乎所有的家具都需要用到板材这个产品 不同种类的板材有着不同的物理性能 在家具板材中 所有板材都会面临这样的一个难题 开胶 开胶开裂是影响板材质量的一个很重要因素 而板材质量也是关乎家具使用的重要指标 所以只有了解板材开胶的具体原因 才能避免因为开胶而造成不必要的损失 第一点 板材含水率 细木工板 多层板 爆花板 密度板等等 凡是用到木材的板材都会涉及到含水率的问题 刚刚砍伐的木材含水率较高 长久风干的木材含水率较低 这是一个共识 含水率是影响板材胶和强度的一个重要因素 一旦板材含水率过高 就会导致板材胶和强度的减弱 发生开胶的现象 第二点 烘干 结合上面的一点 板材在生产的过程中 基本都需要涉及到烘干的工序 而这道工序也是能够让板材 更加快速 均衡的达标手段 第三点 焦年季 板材开胶除了外界因素之外 还有自身因素 几板材的焦年季有瑕疵 若是焦年季的焦合强度不够 也会在后期发生开胶的情况 第四点 外界环境 板材自身控制的再好 若是长时间处于阴暗潮湿的环境下 也会发生一些不必要的损失 这里就包括开胶 更多板材知识 关注亚沉木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